这个工作表里面 假如说这个范围里面 我想要知道有四个讯息 四个讯息 第一个是说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是数字 也不是叫你用眼睛数 123 这个不是 4 5 6 数完 那当然有可能 第一个浪费时间 第二个的话 很容易数错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告诉我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是有资料 有资料就是跟对应 跟没资料 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资料 这个是有资料 有些资料里面 一定是数字 其他的数字 其他的资料也可以 像中文 像这个True Force 有没有 也OK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知道 哪 这边有几个是空白的 空白 我怎么知道 当然不是叫你用 123 那边数 那当然也会数错 然后还有呢 这个范围呢 第四个问题是说 如果这个范围是数字 而且要大于30 有几个 大于30 那 所以啊 其实我是觉得 像Easeo里面提供的工具 主要就是不希望 你用眼睛去看 也就是说呢 眼睛去看的话 第一个 伤眼力 第二个的话 没有效率 再来的话呢 其实也很容易做错 那当然 Easeo是希望说 你要懂得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刚刚讲的这四个问题 那这四个问题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所以请你插入函数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解决刚刚那个问题的话 请你找到统计类的函数 OK 这一类 OK 那以后的话 反正你要做一些资料的统计 都可以在这一类里面找到答案 那其中的话呢 我刚刚那个四个的这个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就是在抗折开头的 那抗折顾名思义啦 抗折其实英文意思就是算几算项目次 就是几个算几个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抗折 这特别注意哦 而且每一个函数下方都会有一些概要的说明 有没有 计算范围中 包含什么呢 有个关键是数字 也就是说那个储存格里面是数字的储存格数目 告诉你 所以其实基本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 抗折 那第二个答案的话就抗折 非空白 那意思就是说里面有资料 不管什么资料 第三个答案就是抗折blank 第四个答案就抗折加折 折加折 折的话就算了 如果是 比如说大于30的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用抗折试试看 抗折 然后怎么做 一 先用抗折 二的话 value它可以选好几个范围 我们选一个范围 就这个范围 把它选起来 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字帮我算出来 所以呢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第一个 把这个范围 先抓到这边来 那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阵列嘛 有没有 一五九 有没有 就一五九 一直帮你排 那一定的大瓜糊 大瓜糊结束 每一个 然后他做什么呢 其实就帮你把这里面 是数字的部分算完之后 告诉你说 哦 里面有五十三个 其实它是函数啦 主要 当然就是你给他 一个他要的范围 他给你 你要的数量 什么数量呢 就是数字的数量 OK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算完了 有没有 五十三个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主要就是说 我们学习以色 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 你要懂得去找到对应的函数 去解决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而不是说叫你用人工去做 就是跳舞 不要用人工 只要是需要用大量人工来做那些事情 其实你就有必要知道 用哪一个函数可以解决你要的那个问题 你就不需要用眼睛 第二个问题是有资料 有资料的话一样 我们用Counts A 有没有 Counts A 然后一样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按确定 哎 五十九个 所以其实如果问说 那里面有几个有资料的 不是数字的 这个是数字嘛 那这个是有资料的 它有资料里面包含是数字 也包含是非数字 所以如果你要找非数字的话 就是把Counts A 减掉Counts的结果 不就是非数字的部分 那Counts Blank 就是里面有几个空白的 里面像空白的 你可以用什么Counts Blank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Counts Blank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把这个范围告诉他 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空白的 他告诉你七个 所以你会办法 这边有七个啦 OK 那里面有几个是大于30的 那大于30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叫Counts If 它其实顾名思义 Counts就是算几个 if就是条件 也就是说刚刚是只是单单 是帮你算数字 但是这个地方是帮你算 但是有一个条件 if 所以它的问题会有两个 一个是Range 顾名思义 你看到Range就是范围 范围给他 这个范围里面 选错了 再选一次 这个范围里面 多选一个 这个范围里面呢 Criteria这个是条件 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大于30 所以你这边直接输入大于30 那你把它移开 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 也就是这个 这个条件呢 Criteria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是一个文字 OK 只是说你没有加 它帮你加了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里面是放一个文字 那它就会帮你把 这个里面是大于30的数量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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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算 总共有7个 帮你把7这个数字呢 帮你按确定之后 就放到这边来了